阿羅哈,我是孟華 今天要介紹的是超越天才的天才華萊斯 那一位被超越的天才當然就是指達爾文囉 雖然很多生物學家還有生物老師 我以為達爾文是天才 但是其實看那麼久的東西以後會發現 就像達爾文自己本人說的一樣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普通人 只是他運氣好可以花時間在科學研究上面 那華萊斯的遭遇就比較糟糕 而且還可以提出很多有點驚世害俗 為什麼我會提到華萊斯 其實是因為上一個影片我就有提到他了 我在提到賀序里的時候有順便提到他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在那個時候就介紹他呢 是因為他對達爾文50歲以前的那些科學生 可以說幾乎沒有什麼特別顯著的幫助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華萊斯是天才呢 是因為在我昨天整理的時候 整理看他的資料的時候呢 發現他至少有五樣可以拿出來說嘴的洞見 他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錢才可以做實驗啦 所以他只能先推出一些理論 提出一些理論去講那個事情 至少有五樣哦 他這五樣分別就是 自然選擇理論跟 達爾文一樣的 類似的內容 然後第二個就是 生物地理的分界線 華萊斯線 然後第三個就是華萊斯效應 第四個是殺勞月法 第五個就是警戒社 警戒社的話應該很多不熟生物學的人可能也知道 那華萊斯他其實出生於一個富裕人家 應該說經濟狀況還不錯的人家 但是他爸爸投資實力 所以就後面就還蠻慘的 就他他只能念那種 生世在念的文法學校 他念到14歲就沒有辦法再繼續進修 那他當然就是去賺錢了 只是他賺到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在他換了很多工作啦 但就有一份工作讓他有機會在野外工作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迷上了那種大自然的東西 而這個時候呢 他又遇到另外一個意識意友 請蒙他的老師 可是年紀比他小 他才19歲而已 叫亨利·貝茨 恩利貝茨教了那個華萊斯昆蟲學 之後呢 他們兩個 因為那個時代是19世紀 英國人出國探險 是非常流行的 連那種沒什麼錢的人也是硬是要出去 所以他們兩個人呢 因為也是在那個氛圍底下 那當然看了那種紅包啊 或者是大家聞這些人跑出去探險的經歷以後 他們當然會把他當那個夢想之一嘛 就是 於是兩個人就結伴跑去了 巴西探險 收集那種昆蟲的標本 阿沒想到收集了幾年以後 華萊斯和那個 貝茨有點不合 因為華萊斯好像想要先離開吧 不料他離開以後那艘船居然沉了 那艘載著他的那個 那個標本的那個 還有他的一些資料的船居然沉了 他自己則是大難不死 回到英國以後 居然 不知道是天性風平浪進行的 除了那個自然學家 還有那個自然史的東西 會讓他興奮以外 他可能很多災難都 當作沒有事一樣 就是很容易重新站起來的一個人 接下來他又出發去了那個 馬來群島 他這個馬來群島其實是有寫成 馬來群島自然考察記 那個馬來群島指的是 東南亞地區的印尼啊 還有婆羅洲 那個裡面呢 就提到蠻多很有趣的事情 就那個算是我好幾年前看的書了 但是我那個時候看的時候 真的是會一個字一個字的看 雖然都記不太起來 那為什麼要一個字一個字的看呢 是因為要去看他一些 很稀奇古怪的那種觀察啦 還有一些 蠻好笑的情節 他有一次爬山 也不算爬山吧 可能就是 走到一個沒有什麼溪流的地方 所以沒有水 他就只好 看到路邊有豬籠草 把豬籠草裡面的水拿起來喝 意外發現那個 裡面的汁還蠻好喝的 他也有講過他怎麼打紅毛猩猩的故事 紅毛猩猩他就是在偷吃榴槤那他 他就是想說要打那個紅毛猩猩打下來 好啦這邊有一些動寶人士可能會無法接受 後來是居然會打紅毛猩猩 但是那個時代呢 他們只能用這種方式去 了解 自然界的生物 這個紅毛猩猩呢 本來 他其實有遇到好幾隻紅毛猩猩 這只是其中一隻而已 他有一隻是紅毛猩猩 還丟 丟樹枝去 本來要砸它 我那個時候看了還在想說 那如果是拿榴槤茶的 不就 會 就一個天才直接掛掉 頭破血流之類的 馬來軍道最愛考察 其實非常值得一讀 雖然他的科學價值可能沒有大文主義稿 那個是他寫的另外一本非常知名的書 到現在好像還會被引用吧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馬來軍道自然考察記 也像是那個小略全號航行記啊 還有那個什麼 紅包的那個個人日誌一樣啊 真的都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有的時候不是 你要啟發一個人的那個科學志向 並不是靠丟一些學術論文給他 而是這種類型的比較個人的故事出來 才會激發天分和熱情 他在馬來軍道的時候呢 就有發生一件蠻衝擊達爾文的事情 華萊士他在Ternate的時候呢 有寄一封二十幾頁的信給達爾文 那裡面的內容呢 就是自然選擇理論的一些描述 達爾文他其實在 接到這封信之前呢 就已經認識華萊士 因為達爾文他想要收集一些樣本 就是給他的物種研究的那種標本用 華萊士就是一個小小供應商之一啦 達爾文在接到這二十幾頁的信之後呢 他還發現那個內容 怎麼寫的東西跟他 他站在研究的理論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他就只好把那一封信 再轉交給萊爾還有胡克博士看 然後看要怎麼處理這個很煩人的東西 他們就有討論說要怎麼處理 最後的結果就是說 乾脆把你們兩個人的內容 在林安學會共同發表 我覺得這個安排喔 在當時可能蠻有爭議的 到現在也是非常有爭議 華萊士可能不太想要 沒經過統一就讓人家發表東西 但是後來現在的啊 很多生物學家或生物老師就會誤會 是達爾文偷了華萊士的那個研究 但其實有很多地方都讓這個說法不攻自破 因為如果達爾文偷了華萊士的研究的話呢 華萊士會知道 而且還能指出那個後面那個寫出來的物種起源 哪裡是抄他的 問題就是物種起源裡面一些內容 像什麼騰壺啦 還有那個什麼鴿子變異的事情了 其實那個都是華萊士沒有做過的題目 那不可能會發生那種 你偷了別人的那個點子以後呢 一年內就生出那些研究結果 那個完全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受過科學訓練以後呢 還可以得出這麼離譜的 就是推測 那是推測而已 就是他們的推測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說什麼 達爾文偷了華萊士的點子的時候 你恐怕要懷疑他的專業能力了 因為這不是很好的那個研究態度 因為那個就是無敵放肆 那現在就是他們處理完以後呢 我覺得會讓華萊士不滿的大概就是這個吧 那物種起源發表以後呢 華萊士居然不願意鞠躬 就是他一直推說這是達爾文的理論 不是他的 不是他想出來的 但是他後面呢 的一些作為呢 真的會讓人搞不太清楚他是怎麼回事 所以達爾文在186幾年的時候呢 就寫信給他 跟他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像你這樣的人 就是堅持讓自己呢 處在一個不公不利的狀況 意思就是說 你明明就貢獻那麼多 為什麼你還要不願意分一杯羹 這個已經說明了那個華萊士 他真的是對那個自然史很熱愛 但是他又沒有 他對那種獨創性啊 有很 我感覺到他好像有非常大的執著在這上面 即使他有一些貢獻呢 他可能因為一些有點藝術家性格啊 就是 不可以抄襲啦 非常高的道德標準在 處理事情 所以自然學哲理論 既然都已經有人發表了 而且那個對方還是我的偶像 我就 不跟我的偶像搶了 所以我還要幫那個偶像呢 宣傳這個理論 真的是 有為一般人的那種 出世態度 那他後面就是同事那種推廣演化論的事情 幾十年以後呢 他就出版了一本書叫達爾文主義 那我剛剛忘記說了一點就是呢 物種奇緣出版以後呢 華萊士居然看了五遍 而且做完筆記以後 把那個書寄回給達爾文 也顯示說他真的就是自然學者的腦粉 尤其是達爾文 很多人不知道華萊士的個性 所以就開始批評達爾文 我覺得這個對達爾文也是不公平啦 雖然他真的是比較有錢啦 華萊士他最後呢 我覺得可能影響 這只是我覺得喔 可能影響他的名聲的事情 大概就是呢 他居然相信神造會 那個東西就是 十九世紀 宗道末流行起來的一個宗教信仰 好像包含那個柯南道爾 也就是寫福爾摩斯的作者 都曾經去參加那個神造會的活動 然後賀序里和達爾文有一起去參加過某一場 但是呢 達爾文聽到一半就離開了 他可能受不了那個裡面的氣氛 這個神造會又是一個很 呃 我算是迷信嗎 還是宗教信仰 我也搞不太清楚 這方面我就沒有再特別的去了解 因為看了我自己也不太舒服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什麼深入了解 為什麼華萊士會相信神造會 但是華萊士前期到中期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一個相當無神論的人 只是他們那個時候還沒有人在講什麼無神論 只是他自己就是不會再特別提什麼宗教信仰之類的 他這個東西呢 就是一個很巨大的轉折 不知道是受了什麼打擊 可能媽媽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家人啊 反而是對他來說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他自己發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他都沒有很在意的人 怎麼突然相信 可能有一個神啊或者是靈啊 可以幫助他度過難關之類的 這個事情真的是 我目前還沒有去看歷史學家的解釋 因為看了頗不舒服的 那其他那個華萊士的一些 相關內容我覺得可以再講的就是他那本書吧 就他在馬來群島的那個冒險 我覺得那個應該還可以再講吧 只是我現在沒有那本書 所以就看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要了解的 可以在留言啊跟我說或者是實行 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的話呢 就是請幫忙按喜歡啊 訂閱我的頻道喔 或者是分享給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人 那我們下次再見